走過八十年的塞磊市場 曾經是雲林南北九月九點 在民國九十七年我進來的時候 推動當市場收穫價位 總共兩千兩百萬元 民國九十八年收穫完成 現在是古早米的市場 已經有新的生命 變成是觀光的景點 塞磊樓陣有很多年輕人 跟北寶客來這裡出場 日本比來更加努力 保護雲林的古早建築 中文化道路